实际上大家要看到我的政纲 我的政纲是要引入 也是引导我们的企业商企 进入到我们的社区安全 我们不是要代替政府 也不是代替三级政府 更不是代替省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安全政策 我们欢迎企业的公益资助 那么有了企业的公益资助 大家知道我们过去一直以来 我们的警局 我们的政府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很多社区出现了一定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拖得很长时间 而且排不上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些企业的公益资助 进入到我们的社区 我们有了企业公益的资助和资金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和我们的政府 和我们的警局 和我们的居民四方进行商讨 如何使用利用好这些企业的公益资助 来保证我们的社区安全 加强我们的社区安全 这一点是我的政纲 关于如何实施 那么有了企业的资助以后 如何实施 这不是我们一方 不是我们企业来单方面决定的 是由我们四方 我们要召集政府 召集警局 召集军民 以及我们的企业 四方在一起进行商讨 找出一个最佳的方案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清晰清楚的了解和理解 我的政纲 不是要代替警局 也不是要代替市政 也不是要代替省政府 我们是要把企业 欢迎企业的公益资助 进入到我们的社区安全建设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清晰的 谢谢大家